接下来呢这个消息应该会引起很大的回响或是反弹 那就是烟要涨价了 而且一口气就是每包烟涨25块 因为行政院今天通过了修正草案 也让烟品健康捐还有烟税分别调涨20跟5块 卫生署估计呢既然烟这么贵 抽烟的人应该能少74万 瘾君子的荷包恐怕又要大失血了 行政院会9号通过修法 未来每一包烟会调高25元 其中包括调涨烟税5元 健康捐20元 是近年来涨幅最大的一次 从2002年开始烟税和健康捐 共调高16.8元 2006年有调高5元 2009年再度调高10元 现在一口气调高25元后 等于每包烟的税捐已经高达56.8元 烟税加上烟捐的那个所占的比率 要占每一包烟的零售价 百分之67到百分之80 可是我国现在只占百分之54 而和国外动辄上百元的价格来看 台湾的烟就算涨价后 一包95元的售价 还是要比纽约 新加坡香港等地区便宜 相较于国民所得比我们低的国家 譬如说像泰国马来西亚 那么我们的烟的这个价格 还是比他们低 所以考量像这样子的一个 整体国际性的一个比较 那么所以行政院在审查的时候 觉得这个涨幅20元是合理的 而根据财政部统计 这一次调高烟品税捐后 未来渴望增加250亿元的税收 卫生署更估计能减少74万的吸烟族人口 但能不能达到这些目标 就看影君子的选择了 又电TV蓝雍森王涵秋朱祁瑜台北报导